台湾铁路局20号的零点开放 今年清明连续假期的订票 不过不到几分钟的巅峰时期过后 车票都遭到了秒杀 台铁局表示 目前4月3号到4月5号 以及4月7号到4月8号的 花东往返台北的方向车票 都已经订完了 而东部干线市班的实名制火车 将在3月28号的上午6点 开放民众网络订票 今年清明连假书运订票 截至今天中午几乎全数遭到秒杀 许多民众都纷纷表示 车票实在很难抢 总台北回来不好订 我们台东比较不好订 节日不好订 都上完我们老后也不会上完 很难订车票 而且目前现在又在当兵的话 票真的是有时候很难去订 也很难拿 抢不到位置 都只能带在外线市回不去 台点局表示目前4月3号至4月5号 以及4月7号到8号 花东往往台北方向车票 已经全数订完 市民点跟过年不太一样 最期中反而在4月5号 4月5号跟4月8号几乎都相空 其他应该都还有位置 而这次开放花东民众 搭乘的实名制专车 台点局也寄出8个班次 提供将近3000多个位置 在3月28号早上6点 开放网络订票 台点局提醒民众第一阶段 没有抢到票的民众 千万不要灰心 可以在两天后试试看 有民众退票 记者 筛筛 大陆市报道